六歲男童被家暴四肢骨折 昏迷兩個月喪命 小臉貼大臉開心合照 照片裡的無姓男童 與死神拔河兩個月 最終尚重不治 今年10月初桃園一名無姓男童 遭到媽媽與彭姓繼父持木棍 領虐家暴 達到顱骨四肢骨折腦部缺氧 才緊急送醫 男童命在旦夕 昏迷指數3 越方全力搶救 小小生命與死神拔河兩個月 懸搞不治 狠心媽媽跟無情繼父涉嫌重大 遭檢方生壓 相關刑責你們逃不掉